我超愛怼網友的 你會看到很多的網友會說 你沒錢就回來撈什麼的 我就一回完就拉黑 他會更生氣 羅志祥現場 請回生命留言 空幹王洗白摧毀 以此說明白 哈囉各位虛新聞的朋友們 你們好 我是羅志祥 謝謝 收完了嗎 謝謝 不是我嗎 歡迎羅志祥來到虛新聞 大家對小豬都有滿滿的提問 和想說的話 主任哲舊親自來以一回覆 亞洲空幹王 他剛付出的時候 他在花蓮的那個跨年 我覺得蠻努力的 你說羅志祥喔 哇 哇 都 手面好耶 別人會拿這個來開玩笑 動圖什麼都有啊 什麼這些 當這個名字變在我身上的時候 我覺得蠻開心又很自豪 我們的前輩 Michael Jackson 他是最早 他是側面的 然後其他的 也很多idol團體都有做 可是當這個名字變在我身上 變我專屬 獨有的時候那一刻 就覺得這是我專屬 然後腰那個的確要多練 要不然 蛤 你知道嗎 你看很多男生真的要做 做不好看的耶 你不行的話 你教他做看看啊 哈哈哈哈 你連這都不會的話 你會不信 那現在都四十幾歲 要不要結婚 因為我們很想參加你的婚姻 這老面孔啊 都是很熟悉的朋友啊 好 沒什麼 他面孔有點黑 我也不動來 我已經準備好 我二十年前要準備好 那時候 屁咧 包到大廚 而且已經 認識他這麼久 他只包多少 二十二 不要來了 不要來了 吹婚沒有想過 所以他禮金可以 省著用 身為一個中年 偶像 中年偶像 沒錯啊 因為的確在 重大的場合的前一個月 我會讓自己的身體 快速的回到 原本該有的那個體態 可是在一個月前 我會吃的特別多 不是有168嗎 那168我到後面是 比較嚴重是231 23小時不吃 只吃一個小時 那跟那小時不是亂吃喔 也是只吃 肉跟菜 喝水 就睡覺 然後睡超久 你媽媽叫也不要想 媽媽曾經有一度嚇到 阿翔啊 阿翔啊 那你有沒有哪個部位最難緊 腿 大腿 因為胖的時候 走路的時候會摩擦 然後 就走路 啊 覺得有點熱 你經歷了 人生最低潮的時候啊 你有做過什麼 最壞的打算 我覺得 凡是你遇到任何的事情 就 呈現的去面對 然後 去接受所有的 別人對你的指教 跟批評 現在的成績 又不到 沒有 沒有 我覺得 藝人這個工作 本來就不是 很長久的嘛 因為本來 你要斜槓 然後 你可能也會做一些 從商的一些事情 你會看到很多的 網友會說 啊你沒錢又回來撈什麼的 我只是因為很愛舞台 很愛表演 我超愛怼網友的啊 我後來後來後來 有人寫什麼 我都會直接怼 怼得超爽的 比方說 你還有臉出來啊 我會說 你媽都可以伸你 我的臉書 我都是實名字 我永遠 我的名字回啊 我就一回完就拉黑 他會更生氣 因為他還要再重新辦一個賬號 再攻擊我 我抓到這種人性的目標 我們來一起 我第一卡 羅志祥算洗白成功 洗白成功嗎 我曾經有說過啊 我沒有要洗白啊 如果你今天要說 我曾經有做過什麼事情 是讓大家不喜歡的 那我可以提出 我一百樣讓大家喜歡的 所以我不會去想說 我會洗白成功 或什麼 因為本身皮膚也是帥黑的 所以我怎麼洗 也洗不白 其實 酸民其實有很多 可是當真的看到你本人的時候呢 他還是會 拿起手機 可以跟你口罩嗎 哈哈哈哈哈哈 有些人會留一些 想要 激怒 不是激怒 他想要多點讚 我就會讓你多讚 發行我的新的單曲叫 有點愛 然後跟MUSA一起合作 希望大家對於這首歌 有點愛可以多多關注 多多幫我轉發 謝謝大家